你 怎么了这是 奶奶 你们吃了吗 你瞅瞅你淋着湿漉漉的 你怎么不先回家洗个热水澡 换身衣服再来找他 你怎么才回来啊 刘布车坏了 我就给他修了一下 你修车还刘布那大货车 他喊坏你也敢修 你怎么不修飞机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啊 别听他瞎说 他就是个嘴硬 那是谁啊 刚才也不干活也不吃饭 一到那门框上 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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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 奶奶说得对不对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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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棋啊 你先去洗个热水澡 省得感冒喽 奶奶就给你拿身衣服 没吃饭吧 老唐做的菜 一起呗 好啊 我先煮个姜汤 别忙了 我给你骑一感冒凉 要手势多了 好 好 你怎么把心不在意啊 一进门我就看你不对劲了 是不是医生什么难事了 说说来 让我高兴快乐 你还学会察言观色啦 今天我们开了全镇的干部会议 我们云川虽然得了销售冠军 可是也遭到了其他村的质疑 我现在都有点拿不定主意 我都不知道我这样是在帮他们 还是在害他们 都欣欣 你还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我就没有你想的这么自负 但我觉得吧 你还是自负一点更狠 现在突然没什么自信 瞻前顾后换得换失呢 我还有点不习惯 经验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的 那得从实战中吸取 别人的质疑那只是提醒风险 不能成为你停止前进的理由 否则不就寸步难行了吗 天哪 你还会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呀 我也是做过情感主的 炖鸡汤了谁不会 不是这个 你之前说的 你说你觉得我可爱 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 你别打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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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安逸祥和的小山村啊 与世无争 再看这儿 焦虑 与世无争 沮丧 一绝不尘 还有双相 怎么了 一个带火顶牛就把你击败了 这么说不清 你没发现吗 村子里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 没发现啊 最近不是还有好多年轻人 回来帮着收集幼吗 你懂什么呀 他们就是临时回来帮忙的 最多也就待个一两个月 就跟你一样 舍不得我就直说啊 我奶奶岁数大了 那腿没那么快走 我想早也走不了 谁稀罕啊 爱走不走 我是担心我们村子的前途 这好不容易才把精品农业搞起来 大家伙刚有点积极性 就被柳堂村请来的外援这么一打击 那还不得全都泄气了 还真是 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民 某些人跟我说呀 红不红的根本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坚持 我现在心态调整挺好 淡泊明丽 可某些人自己却崩了 说我逗你烦不烦啊 只会说风凉话呀 别跟着我 谁跟着你了 我这也是在工作咱俩顶夺寸偶遇 你要是能像小时候一样 跟人打一架就能摆平一切就好了 你说什么 我开玩笑的啊 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除非你能找着一个比他还厉害的外人 像大明星 顾名企业家 可这根本就不可能了 你说得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还是有点用的啊 直播带货的擂台赛 思琪啊我提醒你 你还是要慎重一点 柳唐村请来的是关小雨 人家是专业带货的主播 就你们村现在这个实力 你说你能让谁上这个擂台 您误会了 我们啊也不是为了要赢他们 那为什么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 和柳唐村进行一次合作 这样能同时宣传到两个村子 不管结果如何 都是双赢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 这不年不节又不过生日的 弄这么一大桌子菜 不会是你们两个谁有客人要来吧 还真请着明星了呀 你还要知道资源谁啊 谁啊谁啊 静为云川村出镜打擂台的战士 装小洞 开什么玩笑啊 那个 坐着一桌子菜 辛苦了 来 不辛苦不辛苦 奶奶 您尝尝这个 梅干菜烧弹土鱼 这梅干菜是您腌的 这鱼是我爸给我姐今天刚到的 特别好吃 您快尝尝 尝一口 你愣着干什么呀 吃饭吧 打擂台这事 你别打我主要 为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带货经验 我不带货 不会 不会 上次就是给你接风那天 你自己说的呀 你亲口说 你能卖出两百万的货呀 你就当我是开玩笑 骗你了 小东西怎么回事啊 怎么能骗思琪呢你说你 我的强项是拍摄短视频 偶尔带个货那也是业余的 关小雨可是专业的 你让我跟她比 明天现在叫什么 网络营销时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 没关系 你不要有压力 这场擂台赛 正在参与不论输赢 赢了那是惊喜 输了也有对阵 顶留主播的机会嘛 这是送分 这是送命题 别人不在乎输赢 没关系 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所以我才找你啊 你有经验有实力 而且和关小雨直播对垒 对你还有帮助 我都退圈了 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啊 我为什么要跟她比啊 为什么要被虐啊 我有病啊我 不是那个意思 你思琪说得多明白啊 那是思琪相信你 奶奶也相信你 去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我不比 你就这么说不起啊 我就是说不起 我又一次惹怒了黄思琪 但我宁可惹怒她 让她失望 也不愿意让她看见 我的镜头前 被人打败的样子